《十四太陽報》 市傳中央腰彈惡高手作救市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2本報信》 97、98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 港股受到索羅斯等海外大惡追擊引發股災 港府歷史性首次動用千億元外匯基金入市 終於成功擊退海外炒價 昨日互心股市強勁反彈 入市首發與當年香港商指 本港證券界隨即流傳 內地政府邀請當年的打大惡高手參與救市 透過控制股指期貨近期合約關門打狗 直至最終將空軍全部耗盡 是全人內地邀請當年香港有份打大惡的操盤團隊教路 透過國家隊反覆控制7月及8月股指期貨合約關門打狗 令空軍全部耗盡 對沖基金為挽回損失 只能於現貨市場買入股票 直接推高股市 有了解當年港府入市過程的業界益術 九八年八月十三日貼倉近五年低位置有六千六百六十點 翌日 八月十四日 是星期五 一開始貼多隻重磅股有如神座 一直上揚 似有無盡買盤 貼買單將近六百點 收市後 政府公布已動用外匯基金救市 貪爭林樂獲許是人陷入該名業界人士俗說 當時港府找來多名魚貓 當日策略時選定部分重磅股 先定下一個價格 無限量買入有關股份 製造股家恐慌 令空軍急於平倉 除股票外 同時在其指市場及借貨方面入手 入市行動為時兩週 最終動用千億元擊退炒家 並在九九年十月成立營富基金 將有關港股七售還富於民 不過 當年策劃官惡大戰的主要官員當中 貪爭前特首曾任權著是近年貪腐醜聞前身 隨時被律政司落獲起訴 金融風暴期間出任財經事務局局長的許是人 現時更新陷牢獄 令人質疑有關說法